公司他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班 在怎么有问题 可能都会有适合自己的另外一班 但是很累 其实我公司很长 平均要10个小时用 看你好像稍微还比较干净 比较稍微好看一点 就会跟你聊天 有点要搭讪的样子 那我就会都很礼貌的 就是会有回应 不会不理他 旁白哥报报 独家直集宋静贤 开Uber月收八万 看前期小甜甜 性欢话中有话 这位司机是 嗨大家好 我是宋先生 会不会怕载到前期 看到那个名字就给他按取消 司机是可以取消的 是 长得像韩兴的宋静贤 开Uber三个月 聊聊挥别小甜甜张可云后的独立生活 因为我以前是在那边跑机场接送 就是我直接跟车行租车 之前我租车有个月两万多 我现在买这一台 我个月就找车带一万六 所以我就在考到这一阵子之后 就买这台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时候跑机场 就是台北桃圆 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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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布就很容易想要睡觉 然后可能又跑的时间比较长 就有点偏要驾驶 我以为可能只有避个一秒钟 但可能说不知我已经避不知道几秒钟了 就很危险 巴黎那边什么龙米鹿 拐撞到电线 可是撞到人还好 还好不是撞到人 我觉得从机场接送转到Uber之后 我觉得蛮快乐的 我觉得其实跑四驱好像比较适合 我就单纯上课 下课 客人上车 客人下车 然后也不用就是什么现金找人要干嘛 然后就每周会款式 我觉得很棒 平均大概有八万 但是很累耶 可能以我现在这个26岁的年纪 一个月可以赚八万 其实还算蛮不少 但是其实我工资很长 平均要十个小时用 第一天来第二天的时候 就有门认出我下车之后 他还有从那个Uber的平台 给我小费 他就赚给我的鼓励吧 就觉得一个这么年轻的人 怎么就遇到这么可怜的事 他说可怜的事就是甜甜的事 常常吵架 吵得蛮严重的 吵到甚至要离婚 这言由在耳啊 他和小甜甜今年三月还是离了 回头看他好像瘦了不少是不是 之前大概八十一八十二 现在大概六十五六十六 跟他的时候很常叫外送 外送金额每个月都过完 他也没爱喝水 然后我们就都喝饮料 很夸张哦 我们就会一次叫个十来分 然后就冰在冰箱 然后就这样喝 所以我觉得可能才会跑 可能狗喝的水都还比我们多 他会有点要求 所以我没有很饿 我是喝个汤 或是吃个小东西 或是我就不吃 可能吃你的一两口 然后我就跑 他就会不开心哦 他就说你一定也要吃 不吃 可能面或饭还是什么 因为这个事跟他沟通会有点没有 应该就是这样变胖了 那之前保险业务员的身份还记事吗 如果小甜甜他要续饱 他会通知你吗 哦有 他以前很常出车祸 那个宝贝很贵 然后都被拒饱 所以那时候我就正在做 然后我就跟窗口协调一下 尽量就让他不要出血 就叫他开始很小心 慢慢有降下来 他宝贝好像从 原本好像十几万 那时候降到好像算九万还八万 吃饱就没在吃 他又给我赚也是个特别 我是无所谓啊 我是共事共办人 那你之前有看到他被偷牌新链纸吗 哦 有诶有诶 Google的商业有诶 我想说哇太好了 太棒了 恭喜他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班 再怎么有问题可能 或者是再怎么不好或是好朋友 都会有适合自己的另外一班 三立娱乐新闻怎么听起来像骂人啊 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吴宗倩 Jackie 舞 献哥来了 我是乃哥 我们去哪里 我是小意思 我是家文雄 是有包相云 陈美鳌 我是陶俊 我是曾沃晨 我是沈腾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Revin 廖柏雅 我是艾薇 我是兰 我是吴宇 我是林真益 花生自新 我是陈俊 我是小林郭芋头 圣诞跨年又到了 你们想哦 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 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 V红的话呢 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 用你的心思 用你的情感准备的 厉害啦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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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上三立新闻网 参加投票 请到三立新闻网 在投票参加上三立新闻网 投票 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 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 我的礼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礼物哦 赶快下载 祝你得奖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了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